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用玉米面分享一道美食 首先准备200个玉米面用开水烫一下 玉米面里打入两个鸡蛋加入15克白糖 放入3克酵母粉 然后搅散 加入100克面粉 搅成团状 裹上保鲜膜 饧发一个小时 红枣切成片 盆中刷满食用油 放入饧好的面糊 坦平整 将红枣片 摆放至面糊上 冷水上蒸锅 大火蒸20分钟 时间到关火取出来 要刀切成小块 方便食用 美味的玉米面 红枣糕就做好了 吃起来松软香甜 饮料美味 喜欢就赶紧试试吧 观众老鼠雪做菜 让家人开心过好每天 我们下期再见